用查克拉鲜明保底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前面怎么玩 就算玩没斗了 我开局放个查克拉还有两个奥义点 另外还有个好处就是目前鲜明的强度还是非常高的 用它保底也比较稳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实战 一般到时候放技能 所以说用线人化直接正开 然后开个奥义打伤害 鲜明的优势不用多说了 主要是开启线人化以后可以瞬间减少技能以及提升的CT时间 这个特性在原来这个九喇嘛需要命人释放 专属名券的时候也有 只不过后来调整取消了 提升以后先用分身过去试弹 把他这个通灵给引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先放个通灵再放个技能 你怎么办呢 其实看起来我这个通灵放的有点就是多余了 但实际上这个九喇嘛选择命人还是比较难抓的 万一我直接放技能直接跳出去怎么办呢 所以说放个通灵会比较稳些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虽然剩一个斩空波的会团二代 开局拉开身位 用这个挖足手过去拿牵手没有拿到 然后再放个分身的螺旋人过去 本来是打算往前走再往后走引一下 但没想到直接中招了 快速顶个通灵 因为他手里没有通灵了 所以说我们先用通灵拿节奏 这个位置用技能错过四斗 他提升了 往前稍微走一些直接开打 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鲜明打法 如果对面不是霸体 手里又没有通灵 那我这样就可以直接开打 接技能打伤害 伤害拉满以后 我手里这个查克拉命运还没有放 所以说开了命运以后又变成四斗了 不知道对面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我第二发 这个都不在意味着 解决你了 我手里的船